在被骂造谣之前我先声明啊 这期我是来辟谣的 确切的说是告诉大家一个已经被本子辟谣的事 什么事呢 最近一个叫探查的韩国媒体爆了个大瓜 说有个什么内部举报者说 本子通过他们的原子能机构 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啊 送了100多个W欧元 送了之后还要求他们删除相关的记录 爆料中还有聊天记录作证 就这样最终的评估报告出来了 而内容当然是对本有利的 当然消极出来之后啊 他们那边就辟谣了 我看了一下英文报道啊 他们辩驳的理据主要强调了 韩美引用的信息是来自未知源头 unknownsauce 我个人感觉辟谣的理据有待加强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爆料者的信息量比较大啊 还有爆料人提供的沟通记录呢 据说上面还有相关人员的名字 当然关键是人家已经辟谣了 我就是把我目前看到的信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请各方克制 亲本者别急着骂气 也说别人造谣 我解释了啊 之所以有人不太相信辟谣 是因为他们提供的理据确实显得薄弱 如果你们选择支持相信本 那么就该期待他们拿出更多铁证 来支撑自己的辩驳 而质疑者呢 也别急着说那不是谣言 让我们继续关注吧 排放的核污水 到底能否真正达到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排放要求 出去的报告是否真实准确 这关乎全世界人民 该机构有没有客观公正 透明的进行检测 行使权力 应该对全世界有个交代吧 我看现在网上讲这个事的媒体啊 大V啊不多 我只希望我的节目可以播出 能够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件事儿 分一会儿这个道理我懂 但是别等到排完了 危害都造成了还没理清楚呢 流量我估计我还是没有 但我真觉得这事儿 值得我们更多人关注